娱乐中心综合报道张岚发声明中直指巨俊叶 大S离婚前两人就联系 随后却又删除贴文 图翻自张岚微博昨晚汪小飞的母亲张岚于微博发 第二篇声明 替汪小飞写下10点回应大S 随后却删文让人物理看花 而其中这篇声明中她直指 S和现任老公巨俊叶根本不是离婚后才有联系 是在与汪小飞仍有婚姻关系时就与对方来往 少网友当起柯南去挖聚俊叶社群平台 发现她2018年贴过几次来台湾天文 一口咬定这就是证据 俊叶2018年来台湾的天文仍在 却被大陆网友造谣 翻设字 不仅如此 有网友还表示 聚俊叶心虚掏了2018年来台湾的天文 微博上已聚俊叶删了18年 非被theins Instagram冲上热搜词第一 然而仔细发现聚俊叶的egg发现 她2018年来台湾的贴文一篇都没删 全部都还聚俊叶发文疑似回击张兰的攻击 图翻设字句 yeegg大陆网民们眼见被打脸 才知道原来是营销 在造谣 在微博上开始有网友狠骂造谣者一群 八老大概是没用过ins经稍晚剧 俊叶也首度发文 初2018年 自己的多篇贴文还在的证据 并以英文写 stop fake news停止假新闻 底下随即涌入大批网友留言力挺 八加油支持不要再管那些不理性行为的人们 护好自己的女人支持欧巴和西院